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又来讲 你比如说有条件 很多人都想移民外国 但移民外国是好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容易闷 如果你的本性是好看热闹 那么你最好来到 本世纪的中国 尤其是作为一个做媒体的 我认为真是幸何如之 每天你知道 无成的话题 我跟你说 中国不用什么编剧 文学家不必吃成想象力 只需要了解现实 我那天看见一手机新闻 你就说这个是什么事 谁能马尔克斯你也写不出来 说有一个哥们 是吧 他通过了省级公务员的考试 分数考得还很好 大喜过望 非常高兴 所以开车就狂开 狂开 这个历彩油门 撞在一棵树上 惊动了在树上睡觉的陈某 把陈某吓死 他这个里边涉及到好几个环节的问题 首先这个陈某为什么睡在树上 就把他把树给撼动了 陈某在树上吓得 哈家伙 心脏病死了 这个最后好像是判刑了 还是赔赔款了 你说这种事 那这种事应该常有吧 我记得听一个朋友说过 他在深圳开车 喝了酒开车 不小心也是把车撞上一个 反正行人道上面 有些草地有些树 他说不撞不知道 一撞过去刹车 然后里面睡了一堆人 然后还挂了一堆衣服 有人死的衣服在那边浪衣服 然后下面一堆人在那边睡觉打牌 原来就把陈某边的草丛当作公园 当作家里 这不奇怪其实 因为中国有两亿农民工 大概 对对对 你考虑一下这些大城市 他们住在哪里 比如说你会不会想这个 我常常想 比如说在北京看到人家盖楼盘 什么 一些工人或者路边打扫 或者做什么一些杂货的一些工人 那些人住在什么地方 睡什么地方 你记得前几年那个新闻 所以我就说在中国 就是叫黑色幽默 听起来你先笑 然后你又觉得真是太可悲了 就是什么那帮民工 在窝棚里看黄色录像 然后警察去抓 首先你没什么权利 人家看哪那个怎么了 当然咱们扫黄了 是抓 但是抓为什么可笑呢 警察一冲进去 这帮看黄的录像的民工就要逃跑 一下子把窝棚那个也翻倒了 然后这帮人 没想到后面就是粪池 有十几个民工 狂击掉粪池里去了 你这是不是黑色幽默 是吗 而且你看说到奇闻 我在咱们这个宋鲜 还给我们找了这个一版 你看最近医疗 你看深圳女子腹痛就医 B超报告前列线正常 海南男子腹医院检查 被诊断为月经不条 66岁男子咳嗽去照新年毒 被诊出子宫激烈 那还好没吃药 送进去才躺在那边 搁什么搁子宫 对 咱说医疗 医疗方面的事 不能光埋在中国 全世界都会有这种物诊 什么医疗事故 有的时候就说是 反正说医疗器械 缺什么就往病人身体里边找 好 咱们说是讲屁股 刚才讲了医疗 咱们现在讲卫生 我们北京市是非常重视公共卫生的 以至于现在北京出台了公厕管理标准 你知道这个标准 我觉得真是说明了我们 不是说我们不认真吗 现在太认真了 就是公园超市里的公厕 不能比这个场所关门还早 我懂 不能 应该同步关 对 不能他关门 不能你先关门 对吧 因为还有人在那活动 没错 就是便池堵塞12小时内 要抢修完毕 这我觉得都是善证 这都是善证 这些场所的公厕必须保证隔断板 镜子水嘴洗手池挂衣钩 什么通风除臭 各种设施都得完好 而且不要乱写乱话 这次说明白了 就是说公厕内的废弃物不得超过两个 公厕中的苍蝇不准超过两只 这个很牛吧 不准超过两只 这个规定是给苍蝇看的 所以你们一切起来就来两 有维护人员 你看你管厕所的人 你的苍蝇不能超过两个 就说比如说看到一堆苍蝇 他就敢 敢剩下两只 那还可以 对 最多个 最多可以 检查人员来的时候 而且现在的检查 不光是属苍蝇的个数 而且有这个气味监测 我们有希望看到那么一天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厕所 没有臭味 这个东西 它是至少力争 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说要监测气味 过去咱们也知道 大陆的厕所 是吧 割灰 不是割灰 这怎么会讲割灰 什么意思 我想说 家灰 想到这两个小年都 他们就说 这什么朋友 这是一不留神 把本能说 但是我怎么了 割灰和家灰去的厕所 不是一个厕所 家灰就此写过专闻了 他一说到厕所 他就中国的厕所 他写过专闻文章 我那个文章反应非常好 我那个文章收在一个书里面 阅读率跟回应率最高的 我就说几十年前去北京的厕所 我在节目也谈过 这是进去把我吓一跳 我当时才十多 十来岁还是初来 反正进去 一进去 开门进去 两条沟 没有门 那我就要做一个决定了 考虑了半个钟头 没办法做决定 第一次 我不晓得应该往前蹲 对着文道 给你看到我前面 还是背着你 给你看到我屁股 我完全决定不了 你还记得我的答案吗 后来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好吧 香港人 时间效率很重要 我就选择往前蹲 还跟对面的人喊拳 喊十五二十 还可以这样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个 可是后来一次一次去北京 那厕所卫生改善了太多了 我在想重温旧梦 想找 想找两条水沟 跟人家喊一下拳 喊不到 个别地方还有 我可以 有些地方有 可以邻你去 你要陪我 陪我喊 上次我跟文道 在吃这个烤鸭 在一个下午里 那种那可是 那些地方 圆圆圆味 在北京市里面 有有有 它一个吃烤鸭的一个地方 就现在还没拆剩 还拆剩下的胡同区 它真的是没厕所的 它那个小店 然后要转上胡同的那种公厕 那还你能够 就还是那种厕所 可以拆全的 我对厕所有特别感情的 我告诉你 我年轻的时候 就过一个工作 在一家餐厅里面 当服务员 服务生 他得罪了那个老板 那个 他不是老板 他是我上司 他就欺负我 害我 对 洗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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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那是基本工作 可是要轮偷死的 我们三个服务员轮偷死 不是 他说 夏辉 今天你从早到晚 我都要去死 你说是在香港 在香港 在铜锣湾 你有过这个命运 对 我以为是在美国 在台湾念书也都会有 因为你是念大学 比如说我在台湾 我念小学中学 我们那时候学校 全台湾都是一样 起码我那个年代 就小学生 中学生 每天放学 要留下来 打扫 那打扫呢 就分配工作 就分小组 我被分配过两年初中的时候 就在负责扫厕所 清理厕所 就天天做 那乃至于后来 我做的还相当的 投入跟习惯 再后来呢 我学佛 我一个老师呢 他 他很特别 我这个老师呢 去到哪里 他去公共厕所 他都很长时间才出来 他干嘛呢 他去完之后 他还帮人家 倒套处处 弄得很干净 看到他有打扫了 他有清晃 他跟我说 这也是个修行 说第一 你让自己就是习惯 就是说你 你平常 比如厕所很脏 很厌恶 你去面对他 第二就是 他说这 把他弄干净了 弄得不臭了 让别的人进来 心生欢喜 那我童年的时候 就修行了 你童年也干这个 专载公车 我的那种厕所 就是他说的那种厕所 你这个小孩 你知道 这真的是金刚经 讲的那种 这个小孩是不着相的 你知道吗 是没有这个概念 和惯性的 你觉得会觉得什么厌恶 是你慢慢的养成的 长大的事 你说我小朋友的时候 我在那个 我们那种厕所 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 我没有这个条件 我可以长时间的 去观察这个区 你知道吗 那个白的 粪里面的 白的 哎呦 那个多呀 好假 那个 然后呢 你就观察它 我就观察 我就休省 观 有时候我看一下午 哎呀 那个区啊 观的真好 不是 我们出去就看蚂蚁 进厕所就看区 你知道吗 看的 所以我对区 比对人熟 你看最近的这个调查 香港的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 还是高居第一啊 好像在华人地区 还是怎么 对 香港第一 哪是第二啊 台北啊 台北第二 对 北京到排到上海前头了 我有点不太理解 对 就是说 为什么还是第一 按说很多时候 好像风头都不在你这 你知道我的感受 很多就在细节 你比如说航空公司 咱们讲啊 这个飞机啊 你做国内有的航空公司 你就会发现 飞机是一样的 波音七四七 对吧 但是呢 他这个有些问题 你就知道 在香港和外国 是不会不可能出现 咱就说的 为什么现在北京就讲 便池堵塞了 12小时之内 甚至是更短的时间 必须解决 我认为这就是 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啊 那个椅子 经常就会发生 你放不下去 或者升不上来 椅子坏了 那他就 比如说 我中国的航空公司 可能就会容许 好几天 甚至是一个月 这个椅子就是坏的 或者说 你那个电视 对吧 看不了 按说 不看也没什么 不妨碍你坐飞机 可是你啊 这就是差别 为什么我说 我有时候觉得说 大陆的很多城市 你比香港 你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甚至于讲上海 看厕所 就是 就像我们说 看空调一样 你不要讲香港 那个空调开的 好像人们得穿羽绒服进去 他动感之都 他至少说明了 这个一个高效社会的特征 我的 所以过去 你们老不理解 我说我喜欢香港 是因为什么 所有的空调都是冷的 你明白吗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有的空调是冷气 他就在放冷气 而且空调不会变成暖气 因为我在大陆 我实实感觉到 怎么没有空调啊 你知道吗 他有空调 或者他不开 咱省电节能 是另一个问题 问题在于 你比如说 这个厕纸 你到大陆的厕所看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 经常就没有纸 公用电话亭 这电话给人拔了 给人拔了不奇怪 我相信香港 也会有公共设施的损坏 但是他容许你损坏的时间 是非常短的 马上就得修好 对吧 这里面是有些恶性循环 或者因果关系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个城市 它的厕所 为什么常常没有了厕纸 很可能是给人带回家了 电话亭 这个电话 为什么老坏 是因为给人拔了线 那假如一个公司 管理这些机构的公司 他想做得非常好 那他就要花很多的钱 很多的人力成本 常常去替换 这么一搞下来 他也就是说 你在北京经营公共电话 跟做厕所的这个成本 说不定是跟香港差不多 哪怕香港人工很高 那就是说呢 你一个公司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管好 或者你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 还跟你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相关 我跟你说 我觉得咱们现在啊 还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 在努力 就是多快好省 还是想的省啊 多呀 快呀 所以品质就不可能好啊 是吧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谢谢 给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虹极之水 最冠酒精 年份端将 与景购酒 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我记得上回这个徐敬蕾来做节目 还说呢 说这个文道啊 原来对他不太了解 后来有一次看咱们节目 就是文道谈到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厕所呀 应该给这个女厕所 增加更多的这个坑位 因为呢 女士上厕所的时间 比男士更长 当时徐敬蕾说 看了之后对文道 油然起敬 所以这 它是有国际标准 对 现在有标准了 其实 假如按照法规来说 内地比香港进步 前一阵子 香港有女性 复儿团体 去争取 他列出很多统计 按照 有没有执行 是另一回事 在北京上海 那个比例 女侧跟男侧的比例 我忘记那具体数字 是比香港高的 假如内地落实的话 女性的福利 是被保障的比较好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同情的是什么人 就我常常觉得一个地方厕所干不干净 说北京厕所干不干净 你固然牵涉到你刚才讲的管理水平 或者城市管理水平 但我觉得这个管理这个东西 过去我们常常太斑面的去想象 觉得管理一个城市的管理 管理的好不好 就是管理者的责任 结果我们忽略了 管理当然有管理的人 跟被管理的人 但我更把它倾向认为 不是有被管理的人 而是这个管理者的伙伴 这些伙伴本身 有什么样的准备跟态度 很重要 什么意思 就是用厕所的人 用厕所来讲的话 就你厕所 我保证了我的清洁人员 进去看到 苍蝇超过 苍蝇有三只 我把多一只赶跑 让他剩两只 你保证这么做到 那当然很好 但更重要的就是 人家配不配合你 比如说苍蝇不听话 他一来老来搞你 24小时都保持三只的数量 结果你被炒 你也很无奈 我想讲就是 用厕所的人 你怎么再用这个厕所 我常常注意到 就是有时候 大家用厕所的态度跟方法 非常不好 比如说我们说了那么多年 你男人上厕所小便的时候 你能不能凑得近一点 我真的见过像演杂技的 他能够隔四五个人的 深的距离 遥远的对着那个尿 都那么喷射过去 但你到了最后 当然是傻子一地都是 是不是 他是高估了自己的长度 他以为更放进去 他高估了最后那一柱的 那个神奇的力量 他以为最后那一柱 会完整的从这边出来 他真的这么一个弧线掉进去 所以我想 你大伙怎么用厕所 我常常看到那些厕所的清洁工 我都会觉得他们 我很替他们难过 因为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大陆 其实现在有时候 常常看到清洁工 其实很努力的 坦白讲 真的你是看到他拼命打扫 他一边在那扫 一边在那边抹 有时候是面无表情 他旁边的人就往地上吐痰 对 就愿意扔东西 你那个负责清洁的人 就在你旁边清洁 你在他旁边乱扔东西 你对他起码有一点点尊重 好不好 你何必增加他的负担 你何必让他那么辛苦 你何必让他难过 他是打份工 但我们不必要让他这份工 变得更难做 可是你不撂在地上 他就不需要他来插 他就连工作都没有 那当然是开玩笑 可是文道刚讲到撂撂的距离 所以令我想到前几年 好像全世界举行评审比赛 其中一个 有一个货长的发明 这是厕所 南厕所 撂兜里面 有人在发明在撂兜里面 画一只苍蝇 对 我亲眼见过这个 对 我觉得蛮有效的 我后来看到我用过还使用过 你进去 像新加坡机场 碰到料刀 没有 中国也有 第一次 香港也有 半岛酒店什么都有 你看到料刀里面有一只苍蝇 是假的 画在那边 你就很想把他浇死 对 你就瞄准他 对准他 瞄准他 他引导 引导你去如何比较干净 卫生的使用那个厕所 的确是很多我不太解的问题 我刚不是说我几十年前当过洗厕所的人吗 看过很多很奇怪的现象 其中有一个问号到今天还不懂的 我记得有一次反正都是男生来嘛 使用完之后 我进去清洁里面 发现厕所旁边的垃圾桶里面 有一块女用的卫生棉 卫生巾 有的男的用 是吗 有的男的 我觉得那您情报刚出去的明明是男人 指个男人 不是一起进去了 轮流进去 反正没有 我站在那边好久 他可能是尿布用 没有女生进来过 那怎么会有一个女生的卫生棉呢 那说不定是 有时候是成人指尿布 对 你误会了是卫生棉 对我只是一件 他只是卫生棉 大家朋友研究 OK 那就很可能他没有用成人尿布 但是用了卫生棉代替 是的 的确是有的 那解决 可是我觉得 我记得当时看还蛮干净的 我还在那拉起来看过 再老一点就会是 当然不排除 确实是尽错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相同瞬间 不同时区 许多时刻看似寻常 但不寻常的事件 可能同时正在发生 虽然你不可能身在每一个事发现场 但不代表你会错过它 通过空间限制 掌握时间相对论 每天六十分钟 带您进入事件现场 时事直通车 每天晚上 邓皇位适中安排 船厂牵引量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这个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 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不爱干净 以此文明事件 历史上是这样 就历史上 比如说 我们好像以前也谈过 就说一些西方来的传教士 外国人最早到东方来 比如满清末年的时候 他们去了日本 去了中国 就常做这个比较 因为日本很干净 对 中国呢 是以肮脏著城 从北京到广州呢 这几个大城市 都在外国传教士的笔下 被形容为粪都 就是满街的粪店 那么满街的臭气 然后所有人穿的那个长袍身上 都是买什么油 油脂麻花 对 油脂麻花 那 可是呢 我觉得这很难讲 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个公共卫生的观念 会有一定的客观要求 但是你说什么叫干净不干净 我真觉得它是有文化相对的 它真的是会不同的文化里面 你说肮脏感 因为你要觉得脏啊 人的本能的反应是觉得恶心 觉得难受 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难受跟恶心 这个东西真的是文化差异 所以有人觉得地沟油好吃嘛 我刚去了西川 他去了成都 他可能真的觉得比较香 那些朋友都说 你们神经病 我们不用地沟油 不会好吃的 那我的身体反应就不一样 我刚去了西川 三天吃了六次的火锅 拉了八次 拉到回到酒店 一吃完就回酒店拉 拉到整个厕所都是火锅味 会卸的 辣的东西是会卸的 没有 我一直都能吃辣的 而且且不说 就是说地沟油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不是用的地沟油 但是它用的是上一桌客人的这个 剩下来 剩下的这个油在烧 在弄 不这样甚至不好吃 甚至还有的地方煮着叫百年老汤 一直煮着 多少人的吐沫在里边 但是不这样不好吃呢 对 怎么说 你还能在那时候重新 你还能吃到 是不是当年讲 届时逃到重新的时候的那个吐沫心子 对吧 宋美林的口水 宋美林的口水 所以你说中国人这是爱干净还是不爱 可是问题是 这个所谓的不爱干净 我就讲嘛 我们今天要求要有公共卫生标准 比如说地沟油对人体有害 那当然不行 但是我真的觉得干净或脏 我们要有一定的 是要宽容跟等待 也许我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罐文明启示录 就看到它的公共厕所 如果您没有想到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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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